假如喷香水有乱味 那些香水啊 就喷在什么手腕脖颈的 真的out了啊 今天让我来教你点小心机的 首先身体香 把你的这个香水喷在你的指尖 然后从你的下颗线到脖颈 再到锁骨 慢慢的抚摸点按 我给你们讲这个小心机 它们绝对不会明显的温出来 你喷上香水 但是又是那种 肉挤木鲤 肉挤木鲤的感觉 真的很奇妙 一走一步 感觉我好有魅力啊 重点是你现在手上 留有一定的香味了 你日常给别人递一东西啊 撩撩头发说说话啊 玩玩手机写写字 你就周围都是有香气在弥漫的 你没有魅力是有魅力 但有人会说 我买了香水我就想喷身上 怎么办 也没关系 只要你的香水是 淡香型的香水就可以 但是要注意啊 喷的时候要喷在 像手肘 裹了盖 脚踝这种关节的地方 然后喷之前呢 最好是涂一些身体 或者保湿霜 让它这个香味留存的时间 更长一点 那如果有姐妹不想喷香水 但是她想要那种 很自然的微体香 怎么办呢 也很简单 你们就去选一款 无香型的身体 然后用之前呢 把那个香水 就喷在那个身体位里面 霍木霍木之后 再上身 我给你们讲 那个效果就起来了 就你日常行动的时候 身上会散开一种 和你自然的香味 对 就是女香 第二个 头发 你们知道吗 我们女生头发上有香味 真的很加分 我之前问过一个男生 他说 他对头发上有香味的女生 真的好感度包衷 你想啊那种 头发间一扭着 淡淡清香的小仙女 谁能拒绝呀 但是可千万不要把香水 直接喷在头上 它不仅损伤发质 而且它这个味道 真的是非常呛人 然后呢 有人干嘛呢 把它喷在梳子上 然后梳头 这个方法吧 虽然好 但是它这个香味 会散发得很快 不太坚意 那该怎么办呢 挺好啊 你洗完头发之后 把这个香水 喷到你的干发帽里面 然后包住头发 包它个十几二十分钟的 我跟你们讲 这个方法 不仅不会让你的头发 直接进去香水 而且你刚洗完头发 那个毛铃片 不是打开的吗 最大程度去保留这个香味 这个味道啊 维持着两到三分钟 基本没什么问题 然后你不是吹干了吗 吹干之后 再往大圈上喷点香水 把你头发塑起来之后 等个半个小时再散开 哇 那屋里面全是你的香味 还有一个小妙招 就是你睡觉之前 把这个香水喷在枕头上 你第二天起来 你头发也是想想的 然后就是衣服 答应我啊 千万不要再用原地 转圈圈这个方法了 你还没走几步路的香味 被它淋浆浆浆浆浆 如果你穿裙子啊 记住这个香水 要喷在裙摆上面 这样的话 你所到之处 就都是你的香味了 就你每走一步 那个香味都会随着你走路 带过那个小微风 一起弥漫在空气里边 哇 这个想想就好有魅力啊 OK 现女本仙就你了 然后现在天气 也有在慢慢变暖 很多小宝贝 会穿那种光腿神器 对吧 这个时候把香水干嘛呢 喷到光腿神器的内侧 这样你平时走走路啊 跑跑步啊 换台衣服 都是满满的香味 而且这个香味 会散得很慢很慢 用它是相对逆逆的空间 有男朋友的姐妹 一定要仔细听好这个 咱们把香水喷在哪呢 喷在内衣肩带的后侧 这样你跟她一就梦的时候 她就会闻到一股淡淡清香 但是就是不知道 这个味道从哪来的 让她小吃饭 我女朋友真是神秘又魅力 最后一个就是生活用品 其实啊 香香的生活用品 能帮助我们去 营造一些生活的精致感 比如说经常往包包里 喷一些香水 那你包包里的其他东西 不都也沾上男气味了吗 你们能想象到 给男生递一个纸巾 上面都是你 专属味道的感觉吗 然后接下来不是天热吗 会打净阳伞呀对不对 在伞的内部喷一些香水 相信我 你打开伞的那一瞬间 就是你这辈子的 包忘食 如果你是戴口罩了 可以把那个香水 喷在口罩袖上 这样一接下口罩 溢出来的香气 就成为那种 美人揭开面伤的氛围感 喷香水的秀心机 还得看吗